混得这么没底线了吗 你连这个钱都要赚吗 把草坪稍微剪一下 第一个房子 这是我们目前正在出售的一个物业 客人目前在GTA住 虽然邻居经常帮忙把草坪 但咱们别把自己想偷懒的思想 寄托在别人身上 邻居帮忙咱得感谢人 但毕竟是咱们在卖房 房的状态如果不好 之后卖不掉 那还不都是屋主和地产经纪 没把房子管理好 到了 下一个 第二个房子 这个房子已经有段时间闷入 房主目前人在国内 最近也是刚找我 让我帮他出售这个物业 我也不知道屋主之前是自己花钱找人 还是之前挂牌经纪给找的 反正今天咱既然都带着工具出来了 就顺道帮他把草坪除了吧 毕竟人家都已经找单了 那咱就有责任了嘛 第三个房子是客人年初交接的 目前他人也在管理 房子我们已经租出去了 租客下个月就入住 我想入住之前给房子除个草 别到处政府过来再给罚钱了 那就不好 这时候成这样的 至少不被罚钱了 这四个房子 这个房子其实是临时插进来的 我们上周刚刚卖掉 原本计划是下周再来的 就在刚刚 隔壁邻居给我们发了个意料 说看到政府的车过来转了一圈 咱们的草确实有点长了 你别到时候被罚钱了 正好就顺道过来把草给捡了 第五个房子 这房子已经交接了一年了 我们一直帮忙管理 最近客人老不怀孕了 打算搬回来住 里面的租客也刚搬走 客人回来之前 咱主要把草坪给人家弄盖 最后这个房 客人买的投资房 目前是空的 用专业的除草公司给打理的 我们就是顺道过来 检查一下房子而已 你看这专业的人做事 确实好 草检了干净利索 税草人家也给收集起来 我们帮客人 检草谈不上美观 只是为了避免政府的罚款 跟人家专业的相迷 你看这差距就显出来了 之前我发的视频 也有提到过除草 就有人留言说 你都混得这么没底线了吗 还帮人除草 你连这个钱都要赚吗 把一推澄清一下 我帮客人除草 从来没收过钱 客人都不知道 我会过去帮忙给他除草 地产经济 咱做的无论是服务 在我的理念里 无论是房产交易之前 还是之后 房产经济的服务 那都是一直跟着的 人家当初听了你的劝也好 听了你的忽悠也好 最终还是选择了这个城市 咱们总要对得起 人家这个信任吧 咱们经常关心一下客人 客人是不是也会觉得 当初他没选错人呢 你不过要说没有私心 那也不准确 老爹老妈随着年龄争半 每天都说 自己老了 没用了 给我们添麻烦了 我就想啊 怎么能给他们找点事 让他们在力所能及的范围 还能觉得能帮上儿子吗 其实啊 让老人们觉得 对孩子有用 才能让他们生活得更有尊严 对吧 这才是我最大的事情 朋友们 你们觉得我说的对吗 是什么时候 我们�然家的体验 不过要mer 按下 不吝点划 不吝点划